大家好,我是小和 今天啊,我过来摘链子啊 摘链子果 刚过来那时候我以为没有 我都没拍视频 你看一下子摘的那么多了 那边还有,我们多摘一点 然后拿回去泡酒啊 刚挖一个袋子过来 我跟我弟两个人等一会儿 刚摘一会儿就把它摘满了 以为没什么念过 大家看一下 摘了五六斤了吧 应该摘了五六斤了 现在我们还继续摘 这里都没被摘过 刚才我们在上面 那边都被别人摘过了 没有多少 这里比较茂密一点 别人都没有装到这里啊 两个人摘一个小时 应该摘可以摘个十平八千 这里太逗了 哦 总是谁把那电车 拉到这边来扔啊 那个电瓶不见了 电瓶不见了 不过那个车载还很好 这台应该是新车来的 哇 这里有一步 刚才我刚过来那时候 我也看到有一步 非常烂 比这步还要烂 可能在这座山上还有 因为 因为在这座山上面有 很茂密的 因为在这座山很茂密啊 别人可能是偷那个车过来 然后拆那个电瓶 就把车扔在这里了 过来呀 哇这个机架还不错哦 你看 这两个避震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卡钱应该也是完好的哦 还有这个车架呢 这个车架非常好 可能是以前刚过来那时候应该是新车来的 你看这里 你看这些东西都掉下来很久了 哇 这车这个车架很好啊 拿回去卖应该还可以卖哦 走了 现在我们上去看还有没有这个果 要是有的话再摘多一点 你看 哇这里爆了 这个袋子爆了 装不了了 你看这里可能掉了很多了哦 我怎么越摘越少了呢 啊 我怎么刚才我摘了很久的时候 已经得这么多了 越摘越少 可能是从这里掉下来了 我去 不行不行不摘了 我现在带大家回去看那个 那个车 那里还有一步 这台车好像是在这个位置了 我找一下 刚才我还看到 你看 它的雨 是雨衣了 你看 这雨衣 刚才 我看到雨衣然后就在这里 有位在这里 你看 就在这里了 这里又有一台啊 这台应该 扔在这里比较久了 不过还有 那个 机架应该还还可以用啊 这台车拿回去估计还可以用啊 想不到过来摘个水果 我尽量看到几部车 想不到这座山上面会有几台电车啊 你看周围都是非常茂密的 可能是那些小偷 他偷拿过来这一边 然后拆那个电器 他就把那个车给扔了 那个车拿他的那个车架回去 还可以用啊 看着上面那台比较好 这台就是那个装电瓶那个 那个生锈了 应该也还可以用 好了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热的要命 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